《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久沒見 又是我方村名為大家主持 這個溝片與大約片 事源我身體有點不惜 所以沒做到一集 所以我都相差太久了 所以我都忘記了上集的內容說甚麼 我記得好像有些事要補充 但我暫時不太記得 我可能下集再補充 今集會說甚麼呢 就是最近很紅 成為一個城中葉華 就是這個無記的新電視劇 叫不知甚麼《差花絲拉》 就是由 曝仰王林峰和蛇絲曼做的 蛇絲曼負責做一個弱子妹 曝仰王林峰就要追求他 但大家為何會成為一個城中葉華 除了林峰又裝釣習又佳絲曼又做沒有藥誌之外 不明白為甚麼它可以照搬一次 甚麼照搬一次呢 就是其他周年葛晉 是不是郭俊當林 忘記了 假裝傻子王那部劇本一樣 只不過男主角變了一個女弱智者 對不起 又要插一插TVB 但沒辦法 他都被人插慣 為何要講這部劇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劇 我可以這樣有一個宣稱 其實我們如果要清楚去看到 香港主流的意識形態是怎樣 其實最主要你只要去看一個無記電視劇 就已經是清楚了表現出來 即是說無差的電視劇 或者好的電視劇都好 其實都可以說是反映香港主流的思想和觀念 即是所謂的意識形態 可能大家都覺得我有講一些矛盾性的事 即是如果一個比較客觀性的討論 你如果說一套作品是好和壞 差略與否 其實你頂多似乎都可以 只能追溯到製作那個作品的人本身 他可能的想法是有些問題 諸如此類 而不可能突然將他怪罪給 不是製作者本身 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其實電視劇可以反映 不單止反映製作者 其實更加貼切地反映香港主流的思想 這個是不是有些矛盾 其實不是的 因為首先大家要知道 就是無記電視劇的最主要 他們製作電視劇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 就是只有一個高的收視率 但其實這只是一個都市傳聞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個高的收視率 但總之他做出來的效果 他的目的就是要這樣 要符合這個條件 不 要符合這個目的 你要符合這個目的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要很多人去看這個節目 但你怎樣才可以令到這個節目多人看呢 最起碼來說 首先你不能侵犯到這個 你所目標的受眾的底線 什麼叫底線 就是他們的觀念 就是那個電視劇的內容 是不可能太顛覆 或者太過抵觸到香港人那種最主流的思想 譬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就是其實近來的電視劇 見紅的程度是低了 對比90年代初期的見紅程度 那時候的血是被人斬死 可能是霸霸的聲音 甚至90年代初期的電視劇 似乎是有一兩句粗口 即是仆街那些都可能會出街 或者是八婆 但是現在的電視劇是沒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收了太多 師奶的投訴 所以他們都收斂了 即是他們明白到原來這件 剛才所說的粗口 血是違反了他們受眾的接受程度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再增加收視率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令到很多人都接受你的內容 即是說 假設電視劇的內容可能是說 說得到高僧的傳教士 即是說順患愛主義處理的內容 但其實不一定是製作者本身的意圖 即是說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清楚了解到 就是無線電視劇 無機電視劇的目的 其實都不是說要有一個追求所謂的藝術性 他們只不過是想單純地達到那個目的 他們為何這麼公式化去 好像工廠一樣常常盯一些電視劇出來 即是說十套電視劇 十一套都是那條方法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花家姐 其實只不過是把阿黃那條公式 轉少少因素再做一次 為何呢 因為正正知道那條公式 很多人都拜 即是香港人會拜 有一個保障性 所以他們不想再改變 如果少少改變可能會引起一些反感 令到無人會看那部電視劇 所以 即是說 其實製作人 是相信 他那個電視劇的內容 是符合香港的主要意識形態 即是他 這個很奇怪 就是那種叫什麼 信可以成真的那種例子 即是他 可能不相信製作的內容 但是他 亦都吊詭地 覺得這件事 是很多人都相信的 即是說他的功效性 是很大 即是說其實他也是真 即是他已經是當了那件事為真 那個製作人 那 講回電視劇的內容 都剛才介紹了少少少 都是一個藥字妹的故事 其實很奇怪 如果大家都有些概念 都知道如果說弱智人物 出名人之外人物 除了阿黃之外 其實之前還有這個肥貓 即是鄭則士辦 那個很典型的一個弱智人物 還有很多 譬如瘋症狀 一套耳東星 執導的 講述精神病患者 的一套電影 但他製作出來 那些精神病患者 比較多 不過 題外話就是 其實 智障人士 都比較容易患精神病 因為他的理解力 比一般人低 所以他不太容易去學習語言 或者去理解他人 其實所謂的理解就是 當我和一個他者 去進行溝通 就是我要明白 對方所說的 透過文字所言述的內容 但是智障人士 其實是不會太過接受到那種交流 所以很容易令到他們 所謂精神分析所說 不是太過閹覺性 令到他們 只不過意識會停留在 比較初等的一個階段 停留在所謂的想像界 即是 活在自己的所謂 普遍的用語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講完這個題目 我講回花姐姐那部電視劇 其實很明顯地 這部電視劇 正如剛才我說 無記電視劇 為何會合乎香港意識形態呢 就是 西藥人本身 我不管他 是否真的覺得 內容是 所謂法國阿杜魯福所謂的作者論 即是 作品是忠實地呈現 作者的想法 或者 內容本身 其實不是作者所謂的 不過 作者認為 這個內容 是有效地 符合到他的受眾 所以他才拍出來 其實兩者都一樣 如果回到杜魯福的作者論 就是我們要追溯 其實更加容易 就是作者的思想 比較容易去看 他的淵源一定來自他身處的社會 所以其實兩個版本 都可以追溯到他所身處的意識形態 說回花家姐 很明顯花家姐是來自 我們這一家的諸如此類概念 不過這個也是提外話 說回花家姐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為何香港人 那麼喜歡把智障人士 和純真這個概念 是聯結在一起 即是 你很容易看到 那些劇本身 即是肥貓 阿黃 或者蛇絲慢 那個人物 又有一種特質 在和劇中的 所謂正常角色 是沒有的 而整套劇 就會採取一種 二元對立的關係 即是說 那個弱智者 是因為沒有一些 所謂正常人的某些特質 他會處於一個劣勢 但正正缺點又有一個優點 他這種特質 正正就是因為 他令到他有一種純潔性 而那種純潔性就是 所謂的純真 其實這個可以說 是跟香港人的某一種想法很相似 而且在哲學概念上 都有一種類似的特質 都是講這種問題 那個就是來自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叫凱德格 他有一個想法叫本真 這叫本真 就是一些最純潔的東西 他來自於根源本源 他不是說最… 即是他來自淵源 但他會隨著一個時間 注意處理的東西 會扭曲到成為一些 跟他本身初初出現的東西 是不同的 即是他被掩蓋 我們作為一個反思者 我們需要他有一個動作性的描述 好像叫去閉 即是把被遮閉的東西揭開 令到本源的事物再切彰顯出來 這個其實類似陳康濫調的道理 甚麼性本善那些 即是說可能人本身的心性善良 但受到世俗的影響 令到他們的內心污足 諸如此類 所以為何那群製作者 要透過一個弱智者 去展示整個純真概念 正正因為他們假定了 人類失去了純真 即是說他們沒有這種特質 正正但他們又會認為 人是需要這種特質 為何沒有這種特質 可能是因為人生險惡 或者投入了社會工作 受到古靈精怪的概念所影響 諸如此類 因為正正人沒有這種特質 但他們又想知道 究竟這種特質是甚麼 因為如果知道這種特質 我們才可以看到自己本身是甚麼 這個類似是一個 你可以幻想一個情況 即是想像一個情況去具體化形容 就是一個嬰兒是把自己和某些東西 區分我和非我 但很吊詭地 其實這兩個概念我和非我 是來自嬰兒本身 即是說那種非我雖然不是我 但亦都是來自於我 而這個不是我的概念 是鞏固著自我這個意識 即是說我和非我其實是息息相關 吐用在花家姐的概念上 就是那群製造人 就是把智障者放在非我位置上 而他的一切動作 就等於純真的張天 但這種想法其實是很癡善的 甚至乎我們面對這種想法的時候 只可以這樣說 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第一就是把智障其實是不應該扔去純真 我們要把智障者扔去自然 而另一方面我們不是要追求純真 首先說回第一點 為何說要把智障者放在自然上 而不是放在所謂的純真的位置 其實這不是一個自本的方法 因為其實正正我們是要追求 不是追求純真 不過我首先說了為何要說智障者 是扔去自然 因為其實智障者 即是剛才也說了 他的理解力不足 他們很容易受到性敏感帶 譬如性器官 諸如此類的刺激 去做一些奇怪的行為 甚至他們會因為理解不到對方所說的內容 而會出現一些妒忌 為何別人會理解到理解不到 諸如此類的事情 所以他們一般來說是很暴躁 是很暴躁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其實你如果真的相信智障者是很可愛的話 你應該要接受我剛才所說的一些更加可怕的特質 另一方面為何我會說其實我們不可以追求純真的話 正正就是因為其實純真這個概念 是來自於類似凱德格的本真 那是甚麼呢 就是一些再重複出現的一件事 所謂再現 這件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追求 如果你想追求純真的話 其實你只不過是追求一些先天所賦予的一些特質 譬如一些甚麼呢 就是可能一些先天貴族 即是你會追求一些貴族的概念 你會追求民粹 即是法西斯 法西斯就是講最純粹的血統 一些差略的一些雜質的血統 後期潛建混淆的血統是要除去 還有就是追求甚麼呢 追求一些再重複一個古代的一些文明 但那種不是一個單純要重複 可能我說重複這個概念 大家可能會想是創造性去做 不是完全100%去做 但那種重複那種本真性的再現那種想法 就是要100%來複製之前的某些東西再出現 其實這件事是一種法西斯的想法 我們要追求其實不是一種自然性 甚至乎正如齊澤克在某個片 某段短片裡面說 那段短片叫做《愛垃圾》 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將自己連結在自然 我們應該要將自己和自然 即是人和自然那種關係完全去切斷 將自己投入在一個抽象化的空間裡面 因為如果你是要過分地追求自然 根本這件事是違反了人類本身的一個功能 還有如果你是過分地追求自然的話 你只不過會進入到剛才我所說的那種追求貴族的想法 根本沒有怪乎一個所謂真正的公平和平等 因為每個人的性質根本就不一樣 如果你假如追求一個單獨的某個純真的本質再現的話 極有可能是你會選擇將所有的雜質擊倒 而且是追求一個所謂沒有差異的東西出來 但我們應該反過來 在差異之中追求一種同一 建立一個真正的一個所謂的一齊生活的空間 你知道我這樣做才可以處理到真正的對雙方的關係問題 而不是錯誤地去追求一個純真 因為譬如花家姐的電視劇 這只是一種幻想 因為她覺得自己沒有純真的本質 所以投射到花家姐 但她沒有想到其實 智長者本身是有很多奇怪的性質要處理的 如果你只是著眼於她 你認為是最美麗或者是最理想的某個特質的時候 而忽略了她其他內容的話 你很快就會 這只不過是一個想像 一個幻想的狀態 是一種否認的一個意識形態 其實這正正貼近香港主流的意識形態 很多人都要追求一種本真 即是回到原初的狀態 很多人都懷念 很喜歡 譬如在YouTube上會放一些同年時喜歡聽的主題曲 譬如說我們要回到耕田 諸如此類 但其實這是一種無稽的說法 因為你根本處理不到當前的問題 甚至乎現在香港的城市發展程度 已經脫離了所謂的鄉郊問題 你應該要處理整個城市本身的 其實你不應該是退而求其次的狀態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但我節目臨完之前也有一個呼籲 其實我發覺我一個人做節目也太寡 其實我不知道觀眾的數量有多少 但我希望如果你看到今集的呼籲 可不可以在阿華TV留言板的留言 看看可不可以找其他朋友上來對談 因為實在太寡了 對呀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就再來過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對呀 現在可以下載符號 然後再追求 向你講話 聽說話 題出版品 題出版的